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ram上的粉丝量超过300万 覆盖泰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与地区 11月 如涵帮助他建立了个人网站和店铺 提供运营和供应链支持 再在当地实现变线 如涵还帮助片子建立了微博 目前粉丝已经超过30万 在他们的预想中 等到粉丝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开设淘宝个人店铺 复制国内网红的变线路径 红人的更多玩法 尽管这会是一门好生意 但需要得到时间和市场的验证 因此 2018年 如涵海外部门的重点 将放在更容易操作的本地化业务 即与具备一定粉丝量的国外网红直接合作 通过在当地主流的电商平台 开店等方式实现变线 俄罗斯是其中一个重点 此前 如涵已经跟当地红人经纪公司进行沟通 之后选择在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速卖通开出俄罗斯红人店铺 带货网红之外 海外网红很多是旅行博主或者达人 他们不带货 但是带眼球 也为网红们的海外变现提供更多原话的方向 国内知名的短视频 搞笑网红party讲 办公室小夜等 此前也都在Fastbook上建立主页 持续输出内容 后者的粉丝早已超过300万 以如涵的网红更强调带货能力不同 他们的变现更直接来自于内容分成 办公室小夜背后的MCN机构 洋葱视频创始人叶杨德 曾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透露 海外流量分成非常可观 办公室小夜这个账号 海外流量分成如果全部打开 预计每月最高可以达到50至100万美金 而作为天猫出海项目之一 网红核心媒体项目 将成为向海外消费者 展示中国商品的重要渠道 这个渠道本身就是一种商品 其商业逻辑是让中国品牌 和当地或国内网红合作 推向海外市场 带动销量并建立品牌形象 这时候 自带流量的网红成了国货品牌代言人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 描述了天猫此番出海的愿景 逐步将阿里巴巴的电商模式 成功复制并落地到东南亚 印度和全球市场 实现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 让他们能在任何地方 72小时之内收到包裹 并赴能国内1000万中小企业的 全球化愿景 情据 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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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员